最低工资法制定通过 这一桥攸关劳工权益 延宕七年多的最低工资法 立法院经过表决大战后 终于顺利完成三读 最低工资法终于三读通过 小英总统任内基本工资连巴掌 但是在小英总统之前 因为没有法制化的规范 连年调升并不是常态 建立稳定的审议机制 实质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动 才能确保劳工维持 具有人性尊严的基本生活品质 这回最低工资法三读通过 将进入立法程序 过去只有进行省议委员会审议 但现在立法之后 应该要参采把每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增率拟定调整幅度 纳入指标来进行参考 而在细项条文中 各党团也有不同意见 我们党团是希望强力要求 就是调整的幅度 不得低于潜力免的CPI 这样才有办法随着物价的调整 来保障所有劳工的 最低消费的权益 我主张最低工资的调幅 不能够低于物价的涨幅 为的就是不希望 让弱势的劳工的薪水 被高涨的物价吃掉 最低工资法 明定劳工和雇主双方议定的工资 不可以低于最低工资 也正式将消费者物价指数 纳入参财指标 为者最高可以开罚150万 也要限期改善 随着最低工资法三毒 劳工薪资将靠制度化方式 获得保障